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戰地風雲 很開心見到各位 昨天上課的時候不小心跟朋友聊了整堂課 害我都不知道昨天老師到底講了什麼 先不管我上課有沒有認真 今天要來說說各位肯定相當關切的話題 遊戲都快發售了 我有時還是可以看到某些人在問 DLC要錢嗎? 有花錢才能贏的設定嗎? 答案是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我換個角度講 有DLC 但是沒有需要付錢的DLC 而且EA自從經歷了星際大戰的整理以後 已經看不到Pay to Win的極致了 所以各位可以放120萬顆星 近日 GameLife發布了一篇文章 說明聯隊幣與戰地幣這兩種貨幣 簡單來說 聯隊幣是遊戲內的金錢 可以買槍支的專精或是塗裝 像是各位在BETA期間購買的塗裝 以及槍支秒重金 戰地幣則是課金機制 玩家們得使用掙錢才能購買特殊塗裝 我個人認為這種課金才能拿到的塗裝無法透過聯隊幣獲得 不然不就把那些花錢購買的人當呆呆的盤子了嗎? 然後 戰地幣不會在遊戲剛發售時開放 理由是希望玩家們先好好體驗遊戲 以及使用聯隊幣 呃 我覺得這理由很怪 我的意思是 既然課金才能拿到的塗裝不會影響佔局 那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開放 我覺得這套理由稍嫌活弱 總而言之 最後再跟大家說明 除了玩家們主動課金以外 遊戲內所有更新的內容不用再額外付錢 也沒有賠圖民的機制 今天介紹到此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本頻道可以訂閱或留言喔 我是阿伯 我們下次見